在這個時間點,我想什麼性能壓壓跑分你們應該也都知道差不多了啦 但我覺得 Elder Lake 還是有些東西或許你們還沒有注意到 所以這次評測,我們來看點不一樣的東西吧 終於呀,Intel 12代CPU上市 我個人是相當期待牙膏場逆襲AMD 這次最特別的地方莫過於引路的P-Core與E-Core搭配的設計 理論上可以更有效的分配運算資源,達到更節能且高性能的目的 而這也是我最有興趣的部分 那麼廢話不多說,我們先進入架構分析 第12代引路的抑制架構設計,也就是俗稱的大小盒 大盒是Performance Core,使用的是Golden Cove微架構 Efficient Core使用的是Gracemont微架構 是一款從Atom 地功號架構延伸出來的產品 但它不像以前的那一坨Atom 它的性能是能夠與Skylag匹敵的 雖說Intel一直說P-Core與E-Core並不是大小盒設計 但其實就是差不多的東西 只是這小盒並不是ARM A5這種級別的 較像是Cortex-X1跟Cortex-A78的差距 也就是大核心搭配超大核心 由於多了這個架構 因此Schedule的設計會大大影響處理器的效率 這個我們等下會深度探討 而之所以Intel這次可以擠出這麼大一管牙膏 除了P-Core與E-Core外 最重要的就是將Intel 7自成導入 在能耗降低的情況下 能夠大幅拉抬處理器的性能表現 這次Intel i9-12900K搭載了8顆P-Core與8顆E-Core 而i5-12600K則有著6顆P-Core搭配4顆E-Core 所以P-E-Core的搭配對於使用上究竟有沒有加分呢? 我們等下來告訴你 首先介紹一下這次的測試平台 CPU為這次的主角 i9-12900K 搭配華碩Pro-Out Z690 Creator Wi-Fi主機板 沒有RGB覆蓋 Io這罩與晶片組都利用了一些半透明與透明的造型 又從簡潔的美 不愧是稱作Pro-Out 而這次選擇這款主機板 除了顏值與豪華的供電 其Io的兩個Thunderbolt 與四條M.2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記憶體有兩個 第一款為來自微剛的普條DDR5 4800 主要是測試一般環境下的DDR5性能表現 畢竟多順還是選擇普條嘛 另一款超頻條為XPG Lancer DDR5 5232GB 黑色精緻低調的外表正好搭配Pro-Out的主機板 而為了壓制這個高熱處理器 散熱器為Dark Flash 全新推出的DX360 V2水冷散熱器 全排設計與划算價格90台優勢 SSD選用的是Tingroup的T-Force Cardia A4401TB 為PCIe Gen4 7000M的高速SSD 最近價格低得有點誇張可以參考一下喔 而顯示卡則是我們熟悉的 Zotac Gaming GeForce RTX 3070M 側面的建設很漂亮 但似乎在這次組裝中有點過於絢麗了 而為了應付之後可能的吃電大戶 Power Supply選擇的是全焊Hydro PTM Pro 850W 一線廠商白金牌電工 就屬它最便宜 而最近火紅的十年寶它當然也有 最後機殼為方便拆裝 選用的是顏值No.1的Hydro 303C 照慣例還是先看一下跑分 首先測個Cinebench R23 多核心分數27576分 單核1983分 擊潰了Ryzen 9 5900X 可見這次牙膏廠一點也不想慢慢擠牙膏啦 相較於5900X 預測多核分數極高了33% 再來測試3DMark CPU Profile 分數11978分 同樣相較於競品 有著明顯的優勢 不過跑分很有感 功耗也不落人厚啊 FPU燒機功耗達216.7W 因此我滿好奇 假如Intel這次不要把頻率拉那麼兇 那麼12代能省電多少呢? 答案或許會嚇到你 全核鎖定3GHz時 R23此時分數依舊有著18336分 但FPU功耗僅剩下了65.9W 就只看來Intel 7製程雖說延後了許多 但也是真的有料 能夠兼顧高頻性能與低頻的省電 提到省電就不得不提這一次的P Core與E Core 由於BIOS不能將所有的P Core關閉 故我們這裡用了一些方式 使得R23能夠只在E Core上面跑 看跑分 8顆E Core全開分數7944 已經比Core i5 10500還要高了 單核分數1126分 也能夠匹敵時代i7 聽起來E Core很強了吧 告訴你精彩的還沒說 在定頻3GHz時 i9的能耗比來到了驚人的278.2 這可是連Zen 3都只能垂涎3次 而且你看一下E Core的能耗比 哇 339.3是什麼鬼 遠遠超越其他競爭者 所以簡單對比一下你就可以發現 Intel說P Core與E Core的結合 能夠提升處理器性能並不是開玩笑 4顆E Core佔的面積與1顆P Core相同 R23卻提升了將近兩倍 且還能用更低的功耗運行 由此可知 這次Intel第12代處理器能有這麼大的提升 來自於1.Intel 7製程的進步 2.P Core與E Core的結合 3.架構提升 那架構到底提升多少 這就是我好奇的地方 因此我們將處理器頻率固定在3GHz 去看各顆處理器的跑分差異 以了解處理器架構的差距 結果如下 Intel i9 12900K 把它得頭籌 在單核性能與多核性能上 接引過了Ryzen 9 5900X 可見大核的GOLDEN CURVE架構 對比Zen 3確實有優勢 而小核GraceMonts 架構也能夠追平以往的Sky Lake 但功劃卻是低了許多 不過這都是理論上 對於R23這種跑分軟體來說 它當然能夠運用每個處理器的核心 然而面對真實場景 像是遊戲 處理器的每個核心未必都能夠被實施運用 那麼P Core、E Core還有優勢嗎? 這就得用到了Intel所強調的Thread Director技術 Thread Director透過提供OS Scheduler 每個核心的狀態與性能 讓OS Scheduler能夠運算出此時哪個核心最適合運算 理論上比較複雜的運算會分給P Core 那簡單運算就會輪給E Core 而由於主要的Schedule你還是得靠OS處理 所以在Windows 11下才能夠有比較好的表現 那可能會有人好奇 P Core、E Core的分配機制究竟是如何 在用了多種的測試以及觀察之後 我發現分配機制以P Core為第一優先 當P Core有空位時優先分給P Core 而第二順位則是E Core 最後才是P Core的HyperThread 所以問題來了 既然一顆P Core的核心面積與四顆E Core大致相同 那麼全P Core Vax P Core加E Core 真的會有比較好的效果嗎? 為了驗證這件事 也避免I9核心太多效益不明顯的問題 我們對比兩種情況 第一個情況是6顆P Core 第二個情況是4顆P Core加7顆E Core 首先領略性的R23 6顆P Core得分14977 1K組別17987分 有明顯差距 再來跑渲染 Render B&W渲染 P Core組別耗時162秒 然而1K組卻僅有137秒 最後遊戲情境 由於顯卡瓶境 兩者FPS皆為168震 但是P Core組別在Forza Horizon 4的CP模擬與CP彙圖 相較於E Core組別反而是提升了出Percent的FPS 嗯...這種情況其實還蠻有趣的 由此可以觀察到說 對於遊戲而言 因為跑遊戲時並不會運用到所有的核心 因此大核心還是比較慈祥的 而對於渲染或是跑運算來說 多核效能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多核心的E Core的加入 能夠使效率再更加的提升 當然作業系統對於P Core、E Core的分配可不只前面提到的優先權而已 包含程式在前台還是後台 或許運算跑的指令級可能都會有影響 Grand Director的存在意義是給OS Scheduler足夠的資訊 那畢竟這東西是第一次出現在X86的處理器上面 所以我覺得可以預期說 未來Scheduling效率應該可以再更加的提升 就希望Wintel聯盟還能給我們什麼好料路 這次的Elder Lake 有一個提升可能大家都不曉得 那就是OneAPI OneAPI主要是面對開發者的 也就是讓開發者能夠用一組API去統一存取CPU、GPU跟FPGA的運算 那對於機器學習而言 Intel也提供了OneDNN 讓開發者在進行機器學習運算時能有更好的效率 有點類似VIDIA的QDA加上CUDNN 這邊也測試了一下TensorFlow框架的深度學習運算性能 i9-12900K在訓練以及推論性能上得分工3004 對比Ryzen 9 5900X接近是翻倍 可見Intel說Ilder Lake有針對深度學習優化 這所言不假 隨手你們可能沒有感覺 但我對於OneAPI還是蠻有期待的 一方面如果你有碰深度學習都知道 組的架構都是香榮QDA以及CUDNN 因此顯卡都只能買VIDIA的 但假如未來OneAPI能夠推向更多的框架 且更多開發者資源的話 或許有一天我們買顯卡就不用那麼局限了 況且OneAPI的開源也是喊真的 我去查MD的類似技術時 發現他們有針對EPYC處理器推出了ZenDNN 但嘿!你如果仔細看裡面的敘述就有這麼一條 ZenDNN is based onOneDNN 基本上就是說ZenDNN的技術也是繼承是OneDNN 如果連對手都統一這東西的話 我覺得這真的是有發展潛力的 聊這麼多 Elder Lake在這段還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地方嗎? 答案是Hyperthrant 我記得在第12代之前他們的慘況 那個自然漏洞、自成延後blahblah 其中一個問題就在於Hyperthrant有漏洞 而修補後性能會下降 那麼這代的Hyperthrant有沒有進步呢? 答案是有 我們跑了兩組數據 第一組是關掉所有的Ecore 但有開Hyperthrant R23得分19795 順帶一提 就算相比5900X少了4顆核心 僅靠著8顆P Core 這分數依舊能夠打平Ryzen9 5900X 而關閉Hyperthrant後 分數來到了16228分 也就是HT能夠帶來多核性能21%的提升 這點倒是與其對手的成績差不多 Intel第12代Alder Lake處理器 老實說表現出奇的好 可能是因為第11代真的有點淒慘 也可能是因為Intel難得一次端出這麼多驚喜 P Core 1 Core、Intel 7自成 以及性能大幅提升的Golden Cove為架構 對於玩家來說 我覺得第12代還是挺划算的 特別是i5處理器 憑見著大核心優勢以及較為親密的價格 可以預期之後這個處理器與B系列的主機板大受歡迎 那對於創作者來說 單核性能的大幅提升搭配P Core 1 Core的抑制架構 性能的提升是無庸置疑的 而除了架構上的提升 這次Intel在Z990上也是卯出功夫 一次給足了20條PCIe Gen4以及Thunderbolt的支持 CPU更是提供了16條PCIe Gen5 對應在主機板上也可以看到誇張的4條Gen4 M.2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 如果你剛好正想換電腦 Elder Lake決定是一個好選擇 至於要上DDR4還是DDR5 我覺得這就看你之後會不會想去升級記憶體了 像我這種有嚴重患患病的用戶 DDR4長男不能滿足我 選擇DDR5更多的是長鮮 那要選帥氣的超頻條 還是一般便宜的DDR5 4800 我覺得就看你想要投多少預算到這上面吧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忘按讚訂閱Enterbox Intel第12代評測還沒有完結 下一步我們來仔細看看這次的PCBuild 各項應用以及遊戲的跑分 記得關注我們以獲得第一手資訊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